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纽约市主记长刘存毅的竞选筹款门事件还在持续发酵 纽约邮报发表了第五篇社论 要求纽约州州长介入 另外在另一方面 中国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出了一篇文章 提出华人参政为什么总是受歧视 那么美国媒体对于筹款门的报道 究竟是媒体对民选官员的监督 还是竞选之前政客之间的互相攻击 还是真的对华人参政有歧视 我们想利用下面的一个小时时间 请各位观众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和我们的现场嘉宾一起加入讨论 那么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也可以通过SkypeRDHD2008和我们进行互动 中国大陆的观众可以通过拨打免费电话 也可以通过爱博电视直接收看 不用破网软件 好下面我们先看一个很短的短片 来把这个事情再重新回顾一下当时是怎么发生的 纽约邮报在11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发表社论 披露更多刘淳毅募款丑闻的内幕 其21日的社论以刘淳毅越轨行径为题 列出八条理由要求刘淳毅立刻下台 其中包括非法捐款 说假话与狂热的亲共反美人士崔荣准 关系密切 并雇佣其做自己的幕僚长 扼杀养老基金改革 滥用职权 工作不透明 乱涉工资罪等 22日纽约邮报再次发文 质疑刘淳毅筹款活动是否合法 文章披露 受到美国联邦政府调查的刘淳毅捐款问题 至少有近3万美元 与纽约酒店集团的总裁张山姆有关 张山姆和旗下酒店集团员工 共13人 在六七月间 每人都分别给刘淳毅捐款800元 同时与该店集团有关的承包商 从建筑师到水管工 也都每人向刘淳毅捐款800元 总计近3万美元 22日纽约观察者报发表评论 刘还在迟疑什么 至于刘淳毅为何至今 还不按法律要求公布捐款人名单 文章表示 坦率地说 他还想竞选市长 真是一个笑话 23日 刘淳毅竞选办公室宣布 将退还2万多美元的问题捐款 同时暗示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问题资金被退回 22日 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 刘淳毅的筹款人潘心武 被起诉的罪名之一是同谋罪 那么谁是潘心武的同谋 前联邦检察官 Brand C.蒙认为 潘心武在承认使用空头捐款人之后 一个月才被逮捕 这说明FBI认为 潘心武背后还有更大的案情 11月23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题为 一场政治地震 阴谋或见怪不怪的署名文章 声称华人参政总被歧视 对此海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好 谢谢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在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美国守护者同盟的主席 边和祥先生 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们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守护者同盟的副主席 刘国华先生 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件事情 就是刚才播的是前一段时间的发展情况 那么最近事情比较多 能不能请边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 最近这几天 美国媒体和在美国社会发生的 跟这几个筹款们有关的事件 最近从主流媒体来说 12月9号就是纽约有报第五次发表社论 他用强硬的口气要求纽约州长出面 因为纽约州长有权罢免刘存毅这个主席上的位置 这要他关心整个刘存毅案子的情况 就要罢免刘存毅 另外就是美国的过去723工会 是支持刘存毅的最大力量 现在已经就是反戈一届 公开就是刊登广告 画前刊登广告表示反对刘存毅 我想这两个变化也是值得引人声势的 还有中共方面就是人民日报 这是触付寻常的 就是发表一个类似受论的 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一个评论院文章 就是为刘存毅 就这样受到主流媒体和美国 这个司法机关的调查 鸣不平 说是华人参政受到歧视 还有中共国务院主办的侨报 就公然号召就华人团结起来显示 妄图和主流社会抗争 要叫华人做中共的炮灰 所以我在此就是说 想谈一些这个看法 现在连这个过去 他的车上这个工会都反科一级了 那作为华人一个少数主义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听听中共就是说人民日报 跟侨报这两家报 要跟主流社会显示力量对抗的话 那是一轮即使 我希望这些华人生死在生死 不要就是把自己的前途 像流程一样 甚至于家庭的这个前程 美好前程都会自己待 对不值得 那刘先生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现在另外他的筹款活动 还在继续进行对不对 筹款活动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刘存毅的这个筹款活动 现在看来是还没有停止 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打算 就是说本月19号有个连城公所 是吧 原来好像是中华公所 但是中华公所这个抽款活动 受到很强大的压力 这美国的律师 就是提出警告 就是说如果中华公所 作为一个非盈利单位 出面举办这样的活动的话 他有可能雕小制造 并且给予重罚 所以中华公所 那是因为法律规定的吗 对 是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 非盈利出持 对 这个中华公所属于这个免税单位 他属于这个就是不需要交税的单位 那么他这种单位 按照美国的法律 这个竞选法律 他是不允许介入属于竞选 这个这种政治活动 那美国这个主流媒体 还谈到 其实还在嘲笑这个刘淳一 所以这种情况 说你经过了四次选举的 你这样一个竞选员 你怎么会对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还那个什么 就是不知道呢 这个所以是嘲笑他 但是他这个中华公所 受到这个压力以后啊 现在就是联成公所呢 联成公所现在继续要做这个事情 那么显然呢 联成公所做这个事情呢 是这个受到中共的啊 就是就是这个侨报和人民日报 发表的这些文章 是否他们就说煽动 我们现在已经感到呢 这个很强烈的感到这种煽动 那么现在呢 就是从这个刘淳一的这个竞选活动来看呢 他现在试图就是按照啊 就是把这个美国主流社会啊 美国联邦当局啊 对他调查 把这个把这个这种调查呢 转移成这一种这个选举的这个层面上 他是这样用这个办法呢 有两个途径啊 两个两个目的 一个是减轻他的压力 第二呢 就是说可以调动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 就是受他们控制的这些华人 那么让这些人呢 可以集结起来 然后呢 继续支持他 那现在这样子的 就是刚才你谈到了 侨报有一个号召大家 团结起来 叫显示力量 那这个和以前有所不同 以前曾经在纽约发生过两起 所谓显示力量的行动 至少两起吧 一起呢 是对CNN进行抗议 那CNN呢 是一个民营的 民间的电台 一个电视台 所以呢 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 那另外一方面呢 那个在支持中共奥运的时候 那么是支持一个活动 也很明确的目标 但是这一次呢 它是通过联邦调查局 然后主流媒体很多很多报纸 都简讯报道了 那你就是说 你组织起来去针对什么人呢 这个我认为 这个就是这一次 对针对刘存毅的这个活动呢 我认为同前两次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前两次呢 是就是用主持人 您刚刚的话来讲 它有个很具体的单位 那么这一次情况 为什么说不一样 因为这一次呢 就是据我们公开得到的消息来讲 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是在09年就开始立案调查刘存毅 那么刘存毅在09年 还受到调查的 它的背景是什么 我在这里需要这么简单的做个回顾 它的背景实际上就是08年的 这个法拉盛事件 法拉盛事件呢 刘存毅呢 可以说是公开站在这个 中共的这个暴徒一边 而对于这个美国的 这个军属 而同时呢 就是还有啊 就是在美国国土上 遭受中共这个暴徒攻击的法轮功 他就受不见 而且呢 他在一些很多的一些行动上 甚至是在支持那些暴徒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刘存毅最初调查呢 他是受到美国两个最高的这个起诉单位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 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联邦调查局 那么我们知道哈 这个公诉人呢 他公诉的这个单位啊 他不是说 每一个人 每一个单位都可以去公诉的 他有几个固定的这个 这个公诉单位 那么目前 刘存毅遭受的公诉呢 可以说是两个 在美国算是最高的 联邦级的 联邦级的 还有他还有就是地区级的 对啊 还有地区级的 那么还有呢 除了这以外呢 还有就是说 刘存毅呢 这次查的案件的审理啊 也是联邦级的 不仅是联邦级的 而且是联邦最高级别 潘信武 不是 就是刘存毅 因为他的审判单位啊 审判单位 就是 不 这是针对潘信武 不 联邦大陪审团 已经向刘存毅发出了传票 对 是针对刘存毅的 这个联邦大陪审团 已经成了 要对他进行调查 对 那么 也就是说呢 这个陪审团 这个联邦级别的分为三个 一个是 就是联邦陪审团 第二是联邦小陪审团 第二是 第三个呢 最高级别是联邦大陪审团 那么联邦大陪审团 他所审理的案件呢 是有这个法律规定的 在美国的这个法 宪法第五修正案当中 有明文的规定 美国联邦大陪审团 适应的案件 是适合于死刑和重罪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么这次这个纽约市的这个主流的这个媒体啊 为什么大家都都都空前的 可以说在美国这个政治史上 在美国的这个 地方选举史上 地方选举史上 包括美国的这个这个新闻的这个历史上 都是空前拒偶的 没有过的 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已经加入了这样 包括纽约时报才能 所以我对日报 纽约时报 纽约早报 纽约邮报 黄河区记事报 统统加入了这样 那我刚刚讲呢 就是说两个这个美国两个最高的这个主数单位 和建立了最高级别的哈 这个审判机构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哈 这个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是这次审判的主局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针对哪一个人去 我还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这一次呢 就是说 这个 那你你刚刚讲 就是说哈 这个两个新闻媒体哈 就是CNN上次谈到CNN和这个这个一个事件 而这一次呢 啊 就是说刘存毅的这个公诉部门呢 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那么同一同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 得出一个结论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种情况下 如果去帮助和声援支持刘存毅 除了中共以外 再就是中共呢 在美国的这个第五宋队 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首先要提醒 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哈 在这种情况下 大师大费的这个 这个问题面前呢 一定要明辨是非 要站稳立场 你不要轻易的 这个这个 这个啊 就是好像要以打着这个华人的这个旗号 然后我就可以去支持 不是那样 有的时候 这个可以 可以说呢 就是说可以 搞到 他就就站到美国的这个队里面而来 就人民日报啊 和这个侨报发出的这样一个 副审 号召这个华人 企图为他火中取栗啊 他要针对的对象是什么 主持人刚才问 他要针对的 现在主流社会 主流媒体 他说 那么实际上 主流媒体是报道联邦 这个大陪生团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跟FBI 就联邦调查局 对他的调查的一些情况 你很明显 你要起来 就是说 显示力量 你就是向美国的司法单位 跟美国的主流民意进行对抗 对 好 那这样 我们先接一个 那个听众的电话 纽约的杨先生 你好 杨先生你好 请讲 那个那听得到是吧 对 请讲 我今天看的就是你们 谈这个节目呢 已经是那个第二次了 然后我感想非常深刻 感想最深刻的是 华人呢 最擅长的 我们最优秀的传统 那就是窝里斗 斗的你我死去活来的 然后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什么呢 我就看你们啊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刘村益 你们是不喜欢 然后呢 你们谈这个东西 我觉得啊 你们是非常兴高采烈 你们这些人呢 实际上啊 好 谢谢杨先生 我们知道你的观点了 我想两位能不能回应一下杨先生的观点 他很明确 他就是实际上你刚才的问题已经就是回答了他的 他就是认为这是华人卧力斗 其实是美国人查刘成瑜 他说我们兴高采烈 对 从我守护美国联盟这样一个组织来说 我是非常兴高采烈的 因为我是美国人 我首先在美国已经是美国人了 所以说我不曾在刚才周恩先生所说的 就是他说是华人卧力斗 那我记得洛家辉先生 新华社记者问他的时候 如果中美打起来 你是支持哪一方 洛家辉先生 连眉头都没有转下 他说我是美国人 我当然站在美国上立场上帮美国 所以刚才那位先生 我想问他 他是否是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 如果是的话 他在讲这种话 他已经违背美国的移民法了 对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的话 你应该宣示忠于美国 那忠于美国的话 实际上是忠于美国的价值观 忠于美国的宪法 那么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就是说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那就是说从这个主流媒体和联邦调查局 到现在为止所进行的这么多工作当中 我们有没有看到合理的回应 就是说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是很合理的 有没有看到合理的回应 以此来证明就是说 如果说他是指控是错的话 那么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回应了 对不对 对 现在从潘信武最近 今天的到最新消息 他的律师就是已经表示 是放弃30天对他恐罪的期限 就是从这个举动来说 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联邦已经提供他证据 已经非常确凿了 对吧 如果30天如果提供的话 他就没有机会向联邦去认罪 就是说去交换就是说 从换处理 也就是意味着他非常可能 就是要咬其他人了 咬出其他人了 就是说他的律师放弃这个 放弃30天必须控罪的规定 也就是说让联邦政府 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这个控诉 所以你认为这里面可能就是说 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跟这个联邦正在进行一些交易 就是说来换取减轻他的罪行 有这个可能性 对 你想如果罪成20年 100万发金的话 你想想看 对吧 好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结束以后 我们再回到讨论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对于筹款门的媒体报道 是不是在对华人参政歧视 这是关于纽约主记长刘成义 竞选的经费的问题 现在我们先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是纽约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好 你们大家好 王先生好 这个牛成一这个人 也不晓得他是天真还是幼稚 不过话要得说回来 今天我们在纽约的中国人 真正爱中国 救中国的人 都是外国人 今天你看看 你看看我们纽约选出来的中国人 有哪一个 敢真正站出来 为中国人讲话 打不上法轮功被打 站出来为法轮功 都是外国人 外国的议员 我们中国有什么 受到压迫 受到其他国家的压迫 也是美国人跟我们讲话 我们是问了哪里有 没有啊 对不对 打不上牛成一 牛成一我早就告诉他了 我每次都告诉他 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用一个跟共产党有亲密关系的一个主任 我说那个人是清白韩的 他讨厌南韩 他这个人又喜欢古巴的 说古巴的经济不好 就是美国的给他造成的 你看这么一个激烈仇恨美国的人 他用 你说这个 好 谢谢纽约的王先生 我们尽量把这个问话的时间限制在一分钟左右 好 谢谢纽约的王先生 我们下面接一位奥克兰杨女士的电话 杨女士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觉得刚刚那个纽约黄先生所讲的 就是有点看问题就比较偏 他说我们华人窝里斗 我想如果说真的窝里斗的话 只能是说中国共产党在党内 他从他没有取得政权 以前就是听书共的讲话 在党内搞路线斗争 一直到建国 什么三反无法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国家主席搞下来 从上到下就是窝里斗 对不对 七斗八斗 就把自己毛泽东身边的那些战友啊 共同的九死医生的雇人都斗得七七八八 好 谢谢奥克兰杨女士 我们再接一位纽约沈先生的电话 纽约沈先生你好 刚才听了几位热线打进来电话的人 这个观点 首先我觉得 第一个杨先生他说 你们主持这个节目感到 这刘成英出事感到身高采烈 他完全是站在狭隘的民族分类的立场上 我不知道他是糊涂呢 还是他幼稚 这明明是一个法律上面的犯罪与否的问题 他不分是非不分黑白不分对错 他完全站在民族华人与洋人的两个分界线上去 说这个事情 那就是他绝大的错误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两个来宾 说讲的站在法律的立场 说他们是违反了这个选举法 受到了FBI和两个最大机构的控诉 这是完全站在罪与错 犯罪与守法的原则立场上 而不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 杨先生这个讲话非常非常孤独 好 谢谢 谢谢纽约的沈先生 我们再接一下纽约的李先生的电话 纽约李先生 刘先生的筹款这个事情 美国法律为了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判定 刚才杨先生我看到的口气 他应该是共产党那边过来的 如果站在美国土地上 还要叫共产党万岁的不如到天安门去叫 不在这里叫 很可能还拿了美国政府的钱 被切得完完完底了 就这样 好 谢谢纽约的李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佛罗里达刘先生电话 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嘉宾进行回应 佛罗里达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你好 我觉得中文里面华人两个字 这个概念非常模糊 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究竟什么是华人 是overseed Chinese吗 还是Chinese living in America Chinese living in the US 或者Chinese America 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 还是美籍 还是华裔美国人 没有人定义清楚 比如说洛家辉 Gary Locke 他应该是华裔美国人 刘存毅也应该是华裔美国人 他们两个人都不是中国人 纯粹的中国人到美国来留学 来工作 来旅游的人 没有权利参加美国的政治 所以这个华人参政这个概念 这个提法非常不准确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这个我们说话 常常不分事实和这个看法 很多人 比如刚才有一人打电话说 你们兴高采烈 这个事实是 刘存毅被调查了 报纸报道 这是事实 那么你有的人高兴 有的人不高兴 这个就是看法 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看法事实 第三个就是这个刘存毅 很多人捐款从旅馆里面的人 工作的人给他捐款 我们知道旅馆的工作人 收入都很低很低的 他们每一个人拿800块钱出来 那肯定是后面有 有什么原因 有什么背景 他们为什么每个人都拿一样了 第四个就是 华人参政困难吗 洛家辉怎么从 州长当了两届 又到了驻美大使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报道洛家辉出什么丑事 因为洛家辉走的正 站的直 而刘存毅就不一样了 谢谢 好 谢谢佛罗里达的刘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 加拿大马先生的电话 加拿大马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是这样说 所有这一切 包括华人的这种 我礼斗 这个年纪 是恒例在 实际 也许 报告线 瞧了 马先生 对不起 你的电话信号不好 调整一下 跟后台调整一下 回头你再打进来 好吗 我们现在 请两位嘉宾 刚才很多 都提出了一些 自己的看法 那个 要想 变先生 你怎么能先回应一下 我赞成 绝大多数听众 都是有非常清醒的头脑 有非常理智的看法 所以就第一位先生 就是杨先生 是吧 他说的欧里兜 有一位听众 是说他可能是共产党的 我想也是这样 他是有企图 就是想用人民日报 海外版 跟侨胞的号召 要起来显示力量 这也是他显示力量 的一种方法 但是我想说这样一句 就是有很多华人 站在美国的土地上 他们已经进了 美国这个土地 而且长期生活在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 你只要仔细观察一下 到这个国家上 大多数人 都是不大喜欢自己本土的 如果说在中国大陆 有比较特殊的话 我想这个当初是有原因的 除非他是中共方面派过来的 否则像我们这样 也是经历了一条移民道路 我们是非常热爱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 优异的生活环境 跟平等的这个人权的这个制度 是每一个到美国的人 都是向这个生存下去 不会说是去损害他的利益的 像刘成一这样 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 受到这个联邦政府 三级最高机构的调查 是理所当然的 记得两年半以前吧 其实F5就是在他调查之下 我曾经当面劝告过刘成一 我说你这样如果下去的话 不改宣跟障 悬下列马的话 我说我将 要叫这个 向FBI举报你 那是旁边有图书馆 法拉斯有很多人 他就当场说 tomorrow tomorrow 就明天讲了二十多遍 我说你比强龄少了 我说你这样说我明白了 叫我明天去 我说我马上就去 所以我就动员了像刘先生这样一批同 签略守护美国联盟 确实我们是向美国联邦局系统的 完整的举报了刘成的所有可疑这个行径 跟庆功原刑 刘先生你有什么 我刚刚听到观众打来电话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我认为我们华人观众 他们的头脑 他们的眼光非常准确 我也感谢他们来的电话 杨先生刚刚变形也这么讲 观众电话也谈到了 这个人我认为 这个人百分之百是个中共的一个 中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 中共就是说他派到美国来 他不同的人担负了不同的任务 那么我们今天算是经历了一次 另外刘成义这个事情 我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华人窝里斗的问题 我在这里稍微要往前回忆一下的 那就是说08年法兰胜事件这个事情 08年法兰胜事件 在这个事件之前 美国国会已经有两个决议案 其中188号决议案是美国国会全票通过 这个决议案的题目就是要支持法轮功 反对中共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非常非常明确 而那个时候刘成义他是纽约市的一个议员 他自己是一个议员 他知道议员 那么全票通过的是代表意味着什么 他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全美国人50个州 选民的 那个时候已经美国民众人口已经接近3亿了 对不对 就代表了3亿民众就是对法轮功要支持 但是刘成义在这个大的环境下 他公然就站在中共的暴徒一边 这个显然这是在美国社会是必定要遭到唾弃 遭到淘汰 好 我现在觉得刚才就是佛罗里达的刘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这究竟是不是华人参政受到歧视的问题 因为在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里面 他提了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是西方人看不惯华人从政 这是一个观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在美国选举当中比较肮脏的一部分 就是互相挖底 互相攻击 那么刚才这个佛罗里达的刘先生呢 他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举了一个骆家辉的例子 就是说骆家辉 那其实在美国华人参政 对不起刘先生 我们这个华人参政 对华人这个词确实是没有人给他下过任何定义 所以我们也很难现在去临时去改成某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 就是说这种例子有没有另外人家是靠什么在美国社会竞争 然后走上从政道路最后成功的 我觉得这个在美国啊 就是非但没有歧视化华人 而且对华人非常支持跟提醒 刚才这个佛罗里达的先生提到一个骆家辉 我还可以聚三个人 吴政伟 赵小兰 现在在任上的赵美兴 这些人都不是华人社区的这个议员 都是美国人选他们上去的 但你们各位可以看看到现在他们有任何丑额吗 没有 所以说不用你呼唤华人去选他们的 只要他们持有跟美国同样的价值观 保持同样维护美国政府跟美国利益的 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新心态去从政 没有人会歧视他们 如果要说是歧视刘成员的话 那么从某一个意义上是对 那就是美国人民歧视他 媚共 亲共 损害美国利益 就是颠倒是非 这样一种 这种这个这个态度啊 那么是歧视他的 所以他今天刘成员遭到今天这样的下场是必然的 他身为台湾的 他没有为台湾人说过一句话 中共那么打压台湾 他都没有站出来说过什么话 连台湾的这个这个 一个叫朱棣成啊 据我知道 他是两个美军的这个 美军的这个孩子的母亲 当时他也是法轮功学员 他受到暴徒的攻击以后 去找刘成员 而且他跟刘成员过去还是邻居啊 认识的 结果刘成员就公然拒绝 你想想看 这样无情无欲 连自己台湾同胞都不管了 他就他就要跑到中共的领事馆去 送神无神流的这个这个贺状 这他又不是外交委员会 对吧 也不是这个纽约议会叫他去的 他就自己跑到那边去 而且他 私自跑到美这个中国大陆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十大优秀海外经验的这种称号 接受像副总理一样的豪华基带 那怎么美国这个联邦调查就不调查他调查谁呢 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显然不管他自己有没有打这个牌 就是说他以前参加CNN的活动 抗议CNN或者是参加支持这个奥运 或者是这个这些活动吧 再加上现在的一些媒体对他的 就像中共的一些媒体或者是乔办的媒体对他的支持都在打这个族裔牌 但实际上呢 就是说他的这些表现本身就让人家觉得 实际上是他在打族裔牌 而不是美国社会在在对某一个族裔进行歧视 对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是这个族裔这个牌啊 我认为哈实际上是打不成的 那么一个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社会实际上对华裔参政啊 是大力的是鼓励的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呢 就是这个法拉盛社区啊 原来啊 这个原来是就是说 联邦政府专门为这个社区画了一个单独的一个选区 那么为他设立了一个议员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啊 那么联邦政府设立这么一个画的一个选区啊 设立一个议员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这个华人有机会 在这里肯定是送华人 就是要选华人 就是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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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额啊 就是送给我们华人啊 那么这是可以想象到的 对不对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这关于这个民主参政啊 华人参政这个问题 这是不是很滑稽 它是由中共的这个报纸海外这个人民日报 我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一下 人民日报是什么报纸 人民日报是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中国这个机关报 它这个海外的一个发表一篇社论 我们知道哈 中共啊 窃据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到现在已经62年了 这262年里 中国人民没有享受到一天的这个民主选举 选举都没有啊 这个中国这个海外啊 都包括不仅是中国人民啊 中国人民就为了这个争取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全世界所有国家 所有民族都有的权利 为了争取这个中国人民可以说都流血牺牲啊 但是中国共产党啊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是绝对不会这个手软的啊 他们没有给中国人民一点一点的这个自由 一点一点这个这个选举啊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突然间又跑过来哈 对美国的选举这么感兴趣 对美国的这个 对美国来好到华人参政 对这个很奇怪 这实际上是还非常华 特别是在这几天在中国大陆 很多独立参选人都在被关押 都在被这个骚扰的情况下 这么严重的骚扰情况下 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这个提名的名单里头 在这种情况下 他去为美国的一个选举舞弊的现象 涉嫌舞弊的现象去抱不平 这很奇怪哈 那个我们现在有三位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一会儿呢广告回来以后 我们先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们现在先接一下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呢是加拿大的马先生 你好 刚才我那个电话有点问题啊 我说的是这样的啊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呢 一个世界次序 具体全部体现在联合国现场当中 那我现在要有一个问题问 就是说这个世界次序难道不利于华人吗 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变成了这样四分五面 你精神方面四分五面到处都离卧里斗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初有人来挑战这个世界次序 所以就不服这个世界 实际上根源就在这 包括斯大林 包括中共 就是挑战 美国上就是制定这个世界次序的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主要代表 所以现在美国的所有的行为 包括打了打这打伊拉克 打这有人说为了 完全是为了维护世界次序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根源在于很多人 包括现在伊朗啊 什么叙利亚 来挑战这个世界秩序 所以我们华人也好 全世界人民都应该 这样来自不易的 对过二次世界大战 形成这个世界次序国的各种现场 我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其他这些人应该认清这个事情 好 谢谢加拿大的马先生 我们再接下纽约王先生的电话 纽约王先生还在信 你们大家好 你好 我补充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美国人对待中国的问题 这个中国华人对待中国的问题 你们看看美国人 美国的议员 美国国家的这个 你看这是喜来地 就批评苏联 选举不公 有几个人敢批评苏联啊 中共这样讲笑话 我们中国没有人权 你牛村一样 这些人 有没有站出来讲 没有啊 我们中国选举的力量 只有一个人批评了中共 这个人就是吴定伟 吴定伟批评过中共 所以中共骂他 一二再三地骂吴定伟 那其他人有没有批评过中共 没有人权 没有人权都是美国人 所以中国人 要选中国人干什么 你没有正义嘛 你没有正义 就不要选中国人 选有正义的人 你真正为人做这种事情 好 谢谢 谢谢纽约的王先生 我觉得这个他讲的很有道理 其实要选呢 其实无所谓是 华裔血统的 还是哪一个裔血统的 只要他能够为选民说话 我们都可以选他 那个现在 请问纽约的张女士 还在线上吗 在 纽约张女士 请讲 那个 首先我是 在法拉盛 就是说 那个看到 在法拉盛的街上 刘成义扮演了一个 非常肮脏的一个 中共的一个T9羊 T就是 实际上就是中共的T9羊 他就是说是 在法拉盛有一个摊位 大家可能都 在法拉盛的民众都知道 那个法拉盛有一个摊位 就是反对法轮功的一个摊位 那个摊位已经是在美国 在已经好长时间了在纽约 而且是美国 我自己理解 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作为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来到美国 应该是 恢复美国的权益 那刚才前面那个杨先生讲 什么叫窝里斗 那他有没有想一想 在法拉盛08年的时候 那么多人 那么多中共的特务 包括杨先生本人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 就是说都在围攻法轮功学员 那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在美国的土地上 这样肆无忌惮的 敢于这样肆无忌惮的 那就是刘春毅的支持 所以我非常感谢 今天新唐人电视台 邀请就是首富美国同盟的 这几位先生在身边 来为我们法轮功学员赋予 所以我非常感谢全世界支持法轮功的人 那同时呢 也非常感谢 那个美国政府能够站在正义的一面 谴责中共来到 就是谴责中共输入暴力 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是 现在我们强力的呼吁美国政府 策查法拉盛事件 08年的法拉盛事件 现在这个法拉盛事件 加州吴先生 吴先生还在线上吗 在 请讲 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是 我的意见就是 这个好话 你不要学毛泽东的教育 实在是很糟糕的 就是说 不管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就是中国人的话 他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这个就是要讲是非呀 不是逼我呀 他就是 他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啊 凡是逼人反对的 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逼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 是非 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谁是谁非 他不讲 他就没有是非的标准 凡是逼人反对的 他就要非我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去 按照他的标准评价 你就上圈套了 好 谢谢加州的吴先生 我们再接一下 洛杉矶的王先生的电话 洛杉矶王先生 是 请讲 大家好 我刚才请讲以后 有个人希望讲是 中国人在西华内斗 喜欢搞外斗 什么内斗 其实 什么中国人 不中国人 在美国 都是美国人 你住在美国 都是美国人 你当入基地 各是美国人 对不对 他不管你什么内斗外斗 你是中国人外国人 只要你合理 就要先发 他都是拥护的 像你一个人 整部水明事件 那么大成长 下台就下台 为什么说歧视 华视 什么内斗外斗 美国平等 一律平等 然后就要说这一句 好 谢谢洛杉矶的王先生 他提出来一个很有问题 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你一旦入了基以后 都是美国人 我们待会儿要看 有时间能够讨论一下 什么是美国人 我们再接下 纽约周先生的电话 嗨 夏天好 刘成玉 本来我以前 对他印象还不错 因为他当年 他在法拉盛 当市议员的时候 当时周中议员 孟岗瑞去选 当时孟岗瑞选的时候 他支持的是郭登奇 自成郭登奇 他当时提出的口号 就是说选以能 意思就是说 不管谁是种族 不管什么谁是人 只要这个人有能力 他就支持他 他当时支持郭登奇 其实我对他 我还蛮欣赏的 因为我觉得他 这个人还有很有勇气 但是呢 后来 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我就发现 他完全发生转变了 因为当时 攻击法轮功的人 被抓了11个以上 究竟是11个 还是14个 我记不清楚 当时他竟然说 那些人不是犯罪 我就非常非常的气 所以说有一次他在一个 call in 节目里面 是一个电台 就是乔生电台 一个call in 节目的时候 讲了他准备要选 那个市议员的 选那个州主席长的时候 我当时就讲过一句话 我就说 他选的除非是特首 他当时这样讲的话 是不应该的 这个是我认为的 另外就是刚才有一个 你是讲的 就是应该彻底调查 法拉盛事件这个事情 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为什么 因为法拉盛事件的确是中共 这个操纵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另外还讲的就是首富 美国联盟他们两个嘉宾 我也非常欣赏他们 所以希望他们把他们的电话 公布一下 这样让我们也有机会参加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周先生 我们还有两位在线上 我们先接下加州李先生的电话 我们尽量快一点 一分钟之内把问题提完 加州李先生 哈喽 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好了 我觉得法拉盛事件 给刘春玉这个人 简直就是共产党派过来的退伍 那这个人应该受到 美国法律的制裁 不但是制裁他 应该有关的人 跟他有关系的人 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个共产党是全世界 最大的一个黑手党 这个黑手党 如果这些民主国家 不联合起来退伏他们的话 这个黑手党会渐渐长大 现在已经发展到 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来了 我就讲这么简单的 好 谢谢加州的李先生 我们尽量快一点 再接下大陆陆先生的电话 大陆陆先生 主持人好 家里好 您好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警惕 这些地下的共产党员 纽约的刘成义啊 台湾的那个 连战宗主义啊 香港的唐英年 他们都是地下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都是 党性战士人性的 虽然可能他们在民主社会生活 但是他们还是 被党性所控制 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 这些共产党员 联系我们的民主主义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大陆的陆先生 我们最后再接一位 佛罗里达刘先生的电话 刘先生 你们好 刚才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我觉得这个华人 华是什么意思 就是中华 中华就是Chinese 那么就是说中国人 中国人呢 每个人都要讲爱国 那么爱什么国呢 就是共产党管的中国 所以说你一说中国人 什么地方不对 那就说别人就有说你窝里头 刚好就上了别人 中了别人的圈套 实际上我刚才讲了 刘春毅 刘春毅和洛家辉 都不是华人 他们是美国人 谢谢 好 谢谢刘先生 对他这下表达非常清楚 那个我想这么多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 能不能回应一下 这个我想这个观众 这个眼睛是雪亮的 而且是 我认为我们的观众 这个立场 而且是非常 非常分明 可以概括的讲 就是说 我们真的 就是如果来到美国以后 我们就没有什么华人 我们来到美国以后 我们要从政 不管是从政也好 还是从什么商业 从任何活动 都要符合美国的法律 然后 尤其从政 那你就要代表美国的利益 那么刚刚讲过了 美国国会 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美国人民是对法轮功 对中共的态度 是非常没有明确的 而且美国有一个两个最大的民意调查机构 它做了多次调查 就是美国人民认为 你们第一人是谁 美国人民第一个是选出来的就是伊朗 是我们的第一人 第二个是多少 就是中共 数量是多少 75% 这非常高 非常明确 所以说作为刘存毅 作为一个美国的政府官员 那么你选出来以后 你首先就要代表民意 那么你跑到中国大陆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给你的奖赏 然后你挥过头来以后 就开始和共产党走到完全一样的 和美国的主流民意向对抗 我想你这是很自然的 你这个下场是什么是很自然的 别先生 那个华人就是融入美国 我认为不是你今天美国能在干什么工作 医生之律师 有些人认为我去做了医生律师 就是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了 要融入美国主流的首要一点 就是你的思想理念 你说抱持的价值观 要和美国人民是一致的 那我简单举个例子 美国和世界上183个国家 都是认为共产党政权是邪恶的 是独裁的 你能不能够有这个理念 你没有这个理念 你就谈不上融入美国 对吧 你说做他们一样的工作 就是要融入主流社会 不是的 第二个就是 自从这次流程的事件 就是华人参政 我们要引出什么教训呢 就是说 你要参政华人 刚才刘国华也讲了 对吧 我也举了不少例子 不是华人的社区 照样选出了赵小兰 吴正伟 骆家辉 赵美兴 并不是华人选的 美国人他会选你们的 因为你的价值观就会这样 流程是华人选上去的 那么他现在给我们 就算是中国人 在美国中 是丢脸了还是 还是正光了 那显然是丢脸 丢脸了 是吧 如果再在华人当中 再选的话 美国人就想 你到底这个选择 不要又是第二个流程 是吧 所以是非常明显 不是要选华人 要选理念上 和美国人是一致的 对吧 他才会维护美国人 包括在美国的 中国人的利益 如果你选流程 这样的人 那么他只会审害你的 现在包括 比如说我现在 这样中国人 我也会 人家说 这个流程是中国人 进入我去选 他们都会怀疑 我是不是第二个流程 就是我觉得这里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对于已经入籍了的 或者是就是 身在美国的 但是有华裔血统的人 来说的话 怎么定位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美国人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它跟别的国家都不一样 别的国家都有民族的 历史的 或者是传统的这些问题 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 而美国 它完全是移民形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必要 单独画出一个 华裔美国人来 美国是不画民族的 不像在中国 有这个什么 五十六个民族 那个是跟苏联学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讨论的是 就是这个问题了 就是真正在美国入籍的 或者是美国公民的华人 还包括是拿绿卡的 包括很多跑到这里还没有拿绿卡 你为什么来到这个国家 也就是说你认同的是什么理念 你把自己定位在什么地方 刚刚主持人也谈到 就是说入籍这个问题 你这个我倒想起一个事情了 那前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息 就是加拿大政府 他做出了一个还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就是他取消了2600多名 就入籍加拿大以后 他把这个加拿大的国籍去取消了 为什么原因呢 就是他入籍的时候 有这个欺诈行为 那么他这个欺诈的行为是怎么发现 就是他通过他入籍以后 通过各种行为观察 比方说有人提出政治庇护 那么回过头来 他又和中共搞在一起 那么这个事情在法拉盛事件当中 就有多起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李华红 他那附近的那些歹徒 他们都是这样 那么他们寻求美国政治庇护 但是他又和这个 他生成要迫害他的人 和他搞在一起 然后去迫害中共的弱者 这个法轮功 所以加拿大的政府 已经采取了断元的措施 就取消了他们国籍 但其实就是这个刘国华没有提到 就是在法拉盛事件以后 就是那些就取得政治庇护 被派下照片有姓名的人 如果我就提报到这个FBI跟移民局 他们在以后有很多人就拦在海外了 他就是在回美国的时候就拦在海外 就不让回进来 对 绿卡都失掉了 就这移民局的理由就是一句很简单 他说你不需要美国政府保护了 也做过政府保护你了 那么最近加拿大取消规划公民 其实美国的移民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 就是说因欺骗欺诈获得的规划公民 跟永久的绿卡任何时候 请注意是任何时候 没有时效限制都可以取消 譬如说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是隐瞒了共产党的身份 是入籍的 那么如果一旦有人举报他 证实 那么加拿大的事情就会在美国发生 所以那些就是已经进入美国的人 不要以为就是自己入规划公民 思想上跟共产党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要如果从这个 如果你爱好美国这个国家 要为自己的子孙何代着想的话 你就要慎恶行之 千万不要就像刘成英从这样跟共产党划到一起 在美国这样一个反共力过的国家 你在里边跟主流社会对抗 那你最后就像刘成英一样 是这几岁他就已经胜败命名利了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讨论的是 华人在美国参政究竟有多难 我们通过的是纽约主记长竞选的 筹款门的事件来进行讨论的 那么今天很多观众非常踊跃的打电话 感谢所有打电话进来的观众 所有打电话的观众我们都表示感谢 包括现在还在线上的 还没有能够接进来的观众 另外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评论 希望下一次节目 观众们朋友们能够继续给我们鼓励和支持 来积极参加我们的讨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